欢迎您 山头发机长 我是安悠琪 中国现在不但本身 已经出现了 号称是全球目前 最强的新冠变种病毒 可能目前的疫苗 跟新冠的药物 都拿它没辙之外 就在中国被爆料 全球放毒之后 大家才赫然发现 这一支号称是 全球最强的新冠变种病毒 竟然已经在 七十四个国家出现了 所以这个台湾 台湾的民众 不管是在这个过年期间 在国内或者是要出国的话 都得特别注意 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供击 史无前例的 迫近台湾的斩首热区 甚至导致我们的 飞弹基地警讯大作 那对台湾来讲 虽然我们不能够 擦枪走火 可是也不能被 那在这样两难的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国军开第一枪的底线 到底在哪里呢 那至于还税渔民 现在终于决定了 要发六千块钱的现金了 不过国民党呢 怎么样了 他都不会满意了 国民党说 太小家人气了吧 之前不是说要发一万吗 不过呢 这个国民党呢 现在内部呢 为了2024的大位之争 什么杀猪啦 卡猴啦 也是传言不断 那最新的呢 就是有媒体引用 国民党党务高层的说法 说呢 现在国民党内呢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说现在呢 还有人觉得说 哎呀 其实可以这个猴猪配啊 虽然呢 这个朱立伦是委屈了 不过如果朱立伦 愿意当副手的话呢 哎 这个也是一个团结的象征吗 不过呢 这个说法呢 却被网友大三 这个党务高层 是民进党派来卧底的吗 还是呢 他讲的真的有道理呢 好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 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台湾支库策略长 王一传老师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家 周伟航老师 大家好 残经专家邱敏宽 又齐好 大家好 陆军备少将于北辰将军 又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 侵略的代价是什么 俄罗斯现在呢 不但精英出逃 跟中国的精英一样呢 现在都想方设法的 要润出国 而且呢 俄罗斯军队呢 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呢 也是兵败如山倒 乌军的这个总司令呢 就很自豪的说 乌军有够勇猛的 光是这段时间以来 据说已经收复了 四成以上的这个国土了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2023年 全球最危险的 五大军事热区之首 会不会轮到 不是这个朝鲜半岛 真的就是台海啦 卫航 这讲到到底哪边危险 其实早在 就2020多年的时候 我在中东旅行 我家人就很担心 美国要打伊拉克了 会不会很危险 那伊朗那时候 你们离飞弹那么近 台湾都没有在担心 你担心我们干嘛 就是大家都觉得 这个别人那边比较危险 但是居安思维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我们那个建军备战 什么都要有 当然如果真的可能要打 还是应该要小心 我们就来看一下 最近发生的一些 这个真的是 让人发现人深省的状况 首先俄罗斯现在正在乱 他们战争节目的名嘴 全都在骂政府 全都在骂军队 为什么 居然犯了一个 非常低级的错误 我们来看 1月1号元旦当天 其实就是跨年过两分钟 半夜乌克兰 就直接发射海马斯 打什么呢 打一所专科学校 为什么打这个专科学校 因为里面有一整个俄罗斯的步兵营 这个营当天晚上 跨年 看普丁讲话 打电话 这个回老家 去问候新年 不料还马斯就射过来了 直接全灭 乌军说大概消灭300到400 俄罗斯一开始说 损失63人 死都还不止包括受伤 挖到今天他们说已经多到了89人 这个地方在哪里 叫做马克耶卡夫 但他就是在顿内刺客室 比较靠俄罗斯一点的地方 好所以只有海马斯可以打2 30公里 打过去 好那这一场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重点就是在于 移动电话活动增加 跨年嘛 大家就热热闹闹不睡觉嘛 那边直播啦问候啦 乌军就开始定位 奇怪这一所学校跨年夜怎么会有人 有人就算了 网路传输讯息量又很大 他的判断应该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边啦 他的不是阿公阿嬷就是年轻人 那很明显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不管怎样先打再说 所以他们海马斯打过去 这些俄军就还是可能在床上啊 就是他们把学校改变成军营嘛 可能在床上啊 可能在睡觉啊 也可能在聊天啊 聚会啊 看电视啊 各种活动人家非常平衡 一发飞浪过来全部都没跑 来不及跑 因为外面冷嘛 也不会出去嘛 就全部灭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 原来他是一所学校啊 现在完全被打到只剩瓦砾了 而且是平啊 就因为那支电话团灭啊 所以我们国军啊 也有所谓的资讯管制 就是我们以前在带部队的手机 就有资讯管制 那个阿兵哥都管不住 出去全部都是 手机拿起来 无限唱奖啊 我们都跟他讲说 现在就算了 如果真的有危险的话 千万不要再拿出来讲 那后来国军真的很认真的在抓 我们已经这个被抓到就是 那时候我还有问那个阿兵哥 后来我到2018都还有在军校 他们来督导 治安督导的时候 我说到底手机要藏哪里 才不会被抓到 他说你把它关掉 他还会用机器把你扫出来 我说怎么办 他说你丢到坦克里面 坦克里面扫不出来 好 不管怎么样 资讯安全真的很重要 当代在这比的就是资讯率 我们就来看一下 北韩 北韩他非常的妙 他是用非常传统的武装在对抗附近的资讯大国 先进大国 南韩 日本 美国 大家都用最好的资讯包围网在包围他 但他也拼命的想要向外的挣脱 那我们现在来看 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北韩的无人机飞到南韩去 南韩就很丢脸 飞到六个小时都打不下来 我们还都说台湾是用石头丢 了不起半小时 南韩接下来就火了 因为总统就骂南韩的参谋总长你在搞什么 所以南韩就派自己的无人机去 去了几架呢 三架 三架去了之后 北韩也被发现 所以就传出参谋总长 北韩的参谋总长破阵天就被拉下来了 那当然这个理论上是他们二把手 这么轻易就被三架无人机给干掉 代表小胖子可能真的也是有点弹心 会不会就南韩的飞机飞过来 无人机飞过来就把我给摸掉了 你这个二把手会不会太混的点 好 再来就是最近有传出北韩持续在收紧他们的言论管制 他说在路上 就是有大学生在路上讲手机被他们的纠察人员发现 发现什么呢 他讲出仅有南韩人在用的亲爱的 那这个是南韩人你看武漢剧经常会有 男女主角都会这样子互相去撑啊 应该是这个北韩人偷看了南韩的剧 理论上要枪决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只有说你使用敌国语言 就把他抓去什么呢 劳改 北韩持续在收紧他们的言论管制 他说在路上就是有大学生在路上讲手机被他们的纠察人员发现 发现什么呢 他讲出仅有南韩人在用的亲爱的 那这个亲爱的是南韩人你看武漢剧经常会有 男女主角都会这样子互相去撑啊 应该是这个北韩人偷看了南韩的剧 理论上要枪决的 可是他没有办法证明 他只有说你使用敌国语言 就把他抓去什么呢 劳改 抓去挖这个挖矿 那当然啦 他们说最近对于这种使用南韩词汇 还有观看南韩戏剧的这个相关的陈述 又变言了过去可能只是公安给你警告 你不可以再用 现在都要抓去劳改 代表他们也在持续的收紧 他为什么要收紧呢 这可能也是他们考量到就是 似乎如果俄罗斯真的挂了 那美国的重心转来亚洲 除了中国台湾的关系 那南北韩之间关系可能也是一个 接下来美国失利的焦点 好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了 飞弹展示飞弹之余 你要注意这飞弹其实都没有弹头了 金正恩是说他们最近要去增加核弹头 把核弹头以几核即速增加 目前可能达60枚 接下来他说几核即速 他可能就是乘上去120枚 240枚就倍数这样增加 好那重点是看核弹头 这其实是火箭 看导弹的推进器的过程中 出现一位女士 仔细看这个是非常小的小孩子 实际上就是最近经常被 这个金正恩拿出来亮相的金主爱 就他的这个宝贝千金 带着千金去看飞弹 这个原则上就是要去强化 这位千金接下来的接班态势 要注意因为他可能没有儿子 就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没有儿子的 所以应该就是由女儿来接长 可是女儿还很小 这十十几十二岁这样子左右 能够接长不要紧 对于金家帝国来讲 只有他要不要传 没有能不能传的问题 那对此南韩就要成立应对态势了 因为你都是这么多导弹都摆出来 接下来寄个弹头不就射过来了吗 所以南韩就紧急成立了核武器的核大本部 这个核大本部会有三轴体系 第一个对朝杀伤链系统 就是讲白一点 我发现你的部队在集结 我先贬你 这个就是这个先发制的 那再来就是韩国型飞弹的防御系统 就是说虽然有萨德 但是那是防御美国本土的 我韩国自己要搭配 玄武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 我要能够保护我自己领土 而不只是当做美国的马前书 不只是做美国的棋子 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打我的话 而我已经被第一波攻击 那我也要大规模的打击 也论你贬我 我也可以贬爆你 当然南韩没有核弹 接下来就要看 他们怎么去建议对应的系统 所以看到其他的国家的备战态事 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好反省 是不是台湾你要学习他们这一套 针对中国的飞弹威胁 提出更具体的反制作法 不过不只是这个南韩 现在面临了这个北韩这个核武威胁 其实最近台海的局势 也不断的在升高当中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 包括了这个共进的 史无前例的这个迫进台湾 甚至还让我们的飞弹基地 警讯大作 但是是不是美军 其实早就已经预估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因此外媒报道说 美军军事代表团 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曾经派团来到台湾 要了解我们海陆空三军 我们包括我们的战略部署 然后我们的这个应变能力 到底够不够 但是对方确实 也非常不客气的说出了 这个我们的弱点 所以就请教他这个将军 那在面对中国这样的威胁 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 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 滴水不漏 不漏这样的一个防卫 你说其实我们的军方 现在甚至都已经 跟民间在进行合作了吗 这当然 大家一直想说 抗中保台做了这么久 那到底国防部做了什么 蔡英文政府做了什么 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做不能说的 因为你如果说出去了 我们知道了 人民安心了 对岸的解放军也知道了 他就会想更多突击打破你 防御方式的一些 一些算法跟战术 所以说很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 可是现在不能说 可是还是会让大家知道 就是无人机 对无人机 这次在乌克兰战争里面 有一种让全世界突然间发现 原来这种东西可以打仗 而且他打仗作战的效能 还如此的惊人 就是无人机 这一款是弹簧刀 这是美国送给乌克兰 在整个乌克兰战场上 让俄罗斯吃尽苦头的 号称游荡炸弹的无人机 这个弹簧刀无人机 他飞着飞着侦查 侦查完就直接下去打他了 就是会飞的有眼睛的炸弹 就叫做游荡炸弹 那这款无人机 我们中华民国 我们的厂商会不会做 刘晴我告诉你 我们会做 而且已经有样板已经出来了 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已经出来了 可是光靠中科院 自己从材料生产 这个中卒的研究 然后打击 侦查 光学 你光靠中科院一个 你不累死他了 国家也养不了 这么大的研发团队 所以现在成立了无人机国家队 所以这也就是要争取什么 争取时间 就刚刚又齐一开始讲的说 我们的兵役变成一年了 那可是变成一年之后 明年就有战力吗 或者是后年就有战力 不会的 四年以后 要四年以后 要四年以后 那这四年以后 我们这个战力 我们要增强 要提升怎么办 靠现有的人员 你人员不能再多了 因为兵员 四年后才会进来 我们要提升 我们作战的方式 革新战术的思维 就是从无人机着手 除了无人机以外 那军人在战地里面 在壕沟里 在任何地方 他都可以连线 都可以指挥作战 他这个东西太棒了 可是我们自己也要做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 不是说只是一个想法 已经开始做了 大家说那台湾哪里 可以发射卫星呢 对不对 卫星跟发射是两回事 我们台湾做的是研究卫星 就是丢上去以后 在上面可以正常的运动 可以侦查 可以反射 可以联络 甚至可以当作 军民共用的规格 这是卫星 可是发射呢 我们不要自己发射 我们找发射的代理 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各国 有专门在做卫星发射的代理商 由他帮我射上去 把我发射上去 丢上去之后 由我们来控管 那这个控管 我们大概在五年之内 要发射上去低轨卫星 超过二十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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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卫星 我们要形成一个小网 那这个小网够不够 当然不够 我们还跟其他友好国家的 低轨卫星签约 我的二十颗让你用 你的也让我用 所以我至少可以掌握 上百颗的低轨卫星 通过在台湾的这个空中 两千公里的高度 然后配合我们民用 军用同归的方式 让我们所有的 包含了无人机 包含了我们作战的 一些仪表板 还有一些定位的仪器 全部可以上线 所以这是台版的 Starlink 现在已经在做了 要发射上去低轨卫星超过二十颗 超过二十颗 超过二十颗 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卫星 我们要形成一个小网 那这个小网够不够 当然不够 我们还跟其他友好国家的 低轨卫星签约 我的二十颗让你用 你的也让我用 所以我至少可以掌握 上百颗的低轨卫星 通过在台湾的这个空中 两千公里的高度 然后配合我们民用军用同归的方式 让我们所有的包含了无人机 包含了我们作战的一些仪表板 还有一些定位的仪器全部可以上线 所以这是台版的Starlink 现在已经在做了 美国军事代表团就讲说 这是个可行的方式 你们要快做 那我们告诉他 我们已经在做了 而且已经有具体成效 所以说整个抗中保台 反共保台 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科技 发挥到极致 我们不再是口号而已 正已经开始在做 而且已经有成效 那么说这是科技版的 那我们兵员的训练 我们士兵的训练有没有升华呢 来公布答案 这是陆军最强的部队 陆军101-27征收营 号称海龙挖兵 这个全国只有五个连而已 只有五个连 只有五个连 在金门 在澎湖 在马祖 在东营 就五个连 然后这些挖兵 你想进去 不是你就能进去的 你去报名了以后 要经过了克难州 12州通过训练合格才能加入新兵 不合格你就直接回正常的部队服役 他是经过千挑百选 选上的 所有军官你要进去当排长 先拔街受训 先拔街 跟兵一起操 跟兵一起操 操出来的你才能进去当排长 操不出来回原来的部队 继续当兵 所以这里面为什么叫海龙 这是人中之龙 在海里面的龙 叫海龙挖兵 专门负责侦查搜索 暗杀猎杀 这都他的专长 所以说这个顶尖的部队 美国早就注意到了 美国也注意到说 原来中华民国也有一支 跟我们海豹部队性质相同的 叫海龙部队 所以说他们以前都在谷官受训 那就是整个中美备忘录 台美备忘录其中的一环 叫做特战合作组 每年都会在谷官训 可是谷官训的时候 说句实话谷官是三上嘛 那他是三七部队啊 那海边河边怎么训 所以说现在到澎湖去训 去澎湖训练了 在澎湖的牛心湾 所以我觉得这个记者很厉害 这么小一张子 你把他刻意看出来了 台美协训成果报告 跟谁报告 跟三军统帅 跟总统报告 就是告诉你 我们的两七部队 不再是那种捕符摸哨 土法炼钢 我们跟美军的海豹部队 已经协训了 然后突然间发现 海豹部队在哪里 现场看不到海豹部队 对 我告诉你 穿的一样的衣服 但是脸上涂得乌其麻黑 你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 是喔 所以说看起来 好像都是国军啊 可是没有别的阶级啊 所以海豹部队 没有别的名牌 对 所以看起来一模一样 其实正在协训 他们混编一起受训 一起做突击登陆 一起做突击射击 一起做侦察 所以已经在受训了 而且已经完训了 太厉害了 所以说蔡总统 通过美军的完训 那不容易啊 美军其实他们来这边 一来是教授他们的作战心得 二来他也要学习成长 因为在不同的海域 不同的天候 不同的气候 不同的温度 他们要适应全世界 各种不同的温度 所以来这边 一边教 一边也学习成长 所以蔡英文总统 到了澎湖牛心湾去的时候 他发现一件事 这种射击 以前怎么没有看过 他也当了六年多的总统 怎么没有看这种射击 对 那旁边的说明官 要偷偷跟他讲 这是刚学会的 刚学会的 这是新式的射击 以前我们的射击 是怎么射击 是我要进到定位 握倒 然后开始出枪射击 射击完之后 收枪清枪 再向第二线来射击 这个射击是 边行进边射击 他不停止 而且呢 他的射击的发速 跟射击的火力 不会因为换弹夹而停止 他有两人一组 四人一组 八人一组 十二人一组 有不同的队型 从两两相对 到视角 到菱形 到多边形的射击方式 他全部都开始演练了 所以总统看到的 第一组是两人射击的方式 一个人在前方 开始射击 射击到第二方 二十八子弹射击完毕之后 他一个左旋 然后后面的人 也跟着左旋 顺时钟方向 转过来之后 他开始继续射击 所以在换弹夹的时候 不会间断 他到后面的时候 他换完弹夹 开始警戒待命 前方射击 他在一个左旋 他在继续射击 所以全程射击 火力不中断 资源不中断 监察不中断 侦察不中断 一切的事情 是最新的方式 所以这一次射击的方式 真的是革新的 我们军中训练的三观 看到了不一样的方式 可是有一点 我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这不是实弹 这不是实弹 他打的是空爆弹 他说为什么要打空爆弹 为什么不打实弹 因为总统就在旁边 总统就在旁边 这些跳弹 这些空心砖 万一实弹打到跳弹 万一伤到总统 不是得不偿失 而且非常危险吗 所以他们用的 都是空爆弹 空爆弹其实 只是没有弹头而已 他是真的火药 真的自退 完全是进入实弹 只是因为维安的因素 他没有打实弹 但是真正的台美 在研究 在涉及 在受训的时候 都是实弹 另外看到的是 中国本身 不但已经出现了 号称是全球最强的 新冠变种病毒 目前看起来 这个疫苗 还有目前的新冠药物 似乎都拿他没辙之外 而且中国被爆 在全球放毒之后 请教敏宽 是 这一支全球最强的变种病毒 已经在几十个国家出现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自从19年 武汉水产市场 发生了武汉病毒开始 已经烧了三年 烧这三年 先说天地变色 单单说财产损失 超过所谓的百亿的美金 人命的损失超过百万条 但现在这把火还没停 就在今天 元月四号星期三 台湾居然人数破表 我们今天台湾的感染人数 是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个人 刚好是四个三 但现在呢 中国的Omicron 越走越凶 为什么呢 这次的病毒 叫做XBB1.5 它在中国有出现很多 很奇怪的现象 什么奇怪的现象呢 过去整个感染之后呢 正常来说 就是呼吸道的问题而已 这是好多中国 他们都在整个荧幕上说 好多漂漂亮亮的女生 感染之后 脸变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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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一个喔 然后好多人呢 眼睛呢 就肿起来了 甚至于最夸张的呢 整个舌头 它全部都是黑的 但是目前 这个扩散出去之后呢 美国非常担心 对 为什么美国非常担心呢 美国说 第一个 这种超级的一个变种 目前各位你去想 几亿人成为了练股场 一个病毒在一个人的身上 各位还记得吧 之前一传十八 这是什么恐怖的一个数字 那一传十八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病毒就一直在变种之中 目前已经在七十四国 现中的XBB1.5 一来说 它是超级变种 为什么呢 目前传说有免疫脱逃 什么叫免疫脱逃呢 它的免疫蛋白 跟整个所谓的我们的防疫 一接能够接上 我们能够对他做免疫 但是如果说他免疫脱逃了 你挡不住 而且这一波呢 刚有跟各位说 在目前中国的惯例是一传十八 而且住院率会上升 到底各国撑得住撑不住 但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什么事 中国撑不住 中国早就撑不住了 中国撑不住 从几个地方可以看到 抢药 抢火葬 然后呢 然后后面 这两天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揉子 为什么呢 北京书记这个医力 本身是医学博士出身 山东的一个望族 好 你学医 你出了那个报告 牛头不对马嘴 他报告开头写什么呢 北京目前死了十多人 但是现在我们要防范 老人家未来的所谓的处理 所以这句话呢 到底你是要说死十多人 还是要处理 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 但有一件事情露了包 我们先来看 这个在密云县 密云县突然间紧急征用 征用什么你知道吗 征用什么 征用大炉子 征用大炉子 大炉子要干嘛呢 大炉子要点火啊 那大炉子干嘛要点火呢 你到底里面要烧什么呢 然后最夸张的是什么呢 最夸张的是民政局 有没有这件事情征用大炉子呢 有 然后民政局就说 这件事情完全由兵役馆来处理啊 我们中央有下这道命令 但是这件事由兵役馆来处理 所以就这么简单 北京只死了十多人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他紧急征用大炉子 要有兵役馆处理 所以他是来火化的吗 当然是来火化的 把他征用大炉子干嘛 烧垃圾吗 这不太可能吗 这不合逻辑嘛 这个是目前北京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目前镜头一跳 跳到整个上海来 上海的话现在很简单 他每天死亡人数感染人数 各省的一个状况 各线的一个状况 通通都不讲 所以怎么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跟他去看 中国人及时的一个 所谓的报导 跟整个外媒的一个报导 CNN目前驻上海的一个记者 他就去看 很简单嘛 到底状况怎么样 我就每家每家医院进去 看一看 数一数 看看现场的状况 现场的状况 我们来看这个镜头 第一个 现场人山人海 然后人山人海呢 目前的急救科 满满的都是人 然后呢 这个记者他就说一件事情 他说目前的疫情海啸 在中国上海蔓延当中 然后呢 他走到上海 就听到两个事情 到处都是咳嗽的声音 很多人都在发烧 然后目前急救科里面 全部都是人 那我就问各位 这个是记者现场驻地所做出来的 感染人多不多 当然多啊 感染的人这么多 人山人海啊 医院 但现在呢 人民压不住了 我们现在来看喔 我就一直在想 人民从什么地方 会找一个地方 来做所谓的破口 想不到这个破口 就是这过去三年来 最辛苦的叫河南 我们现在说河南喔 河南这个地方呢 刚好爹不疼娘不爱 但它又是个大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河南 一来它有富士康 二来河南它是中央 中国的粱藏 然后呢 他们在过去三年的疫情的过程当中呢 你知道那些河南种菜的多苦 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说很多的 整个沿海城市都在抢菜吗 因为封控 我的菜出不去 日子苦不苦 苦啊 封锁很苦 经济很苦 各位你还记得吗 因为河南陕西这些乡下 之前那些民众多惨 你知道吗 我钱存在你的农会 我钱存在你的所谓的三级的一个银行 钱被污走了 钱被污走了 领不出来 领不出来 后面绕绕绕绕了整个三个月 目前这则消息没有再追踪了 没有再追踪 好惨 那些人的钱到底怎么处理呢 这个地方不知道 但三年的封控 青年的露气 守不住了 所以呢发生一件事情 现在就在过新年嘛 对 过新年中国的习惯 放个烟火 中国不准放 那民众怎么样 我就偷放 偷放 那警察就去抓 结果警察去抓了 大家不爽了 双方杠上了 结果一杠上呢 看到现场的状况 哎呦 过去的三年 没得吃 封锁 没钱 生病 钱被你们污走 怎么办 气了 拼了 所以呢 穿着巴黎世家的年轻人 这下子大红特红 真的是大红特红 站在整个警车上面 直接把手举起来 请各位注意 现场的状况 完全是在失控的一个状况 完全都是在失控的状况 连警车都翻了 警车都翻了 而且重点是在于 公安后来落荒而逃 那为什么落荒而逃呢 其实只是为了放这个烟花 放这个烟花 只是一个借口 过去的三年来 被压 压到这个地方 压到快疯了 所以他才会站在警车上面 这个是河南的一个状况 我们马上来看 看到整个南京的一个状况 各位 南京它是沿海的都市 算是比较成熟的地方 过去几年来 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你在家上班 你的小孩在家读书 然后物价贵得要死 突然间好不容易 能够呼吸一口气 然后就在整个新年 一月一号那天的停点 大家突然间自发 先说是自发 开始跑步 沿路一直跑 跑到南京的哪边 新街口 这个新街口 刚好有几个雕像 这个雕像是什么 这个雕像是孙中山的雕像 孙中山的同像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父是同一个 都是孙中山 大家都往那边跑 为什么都往那边跑 各位去想想 他们在过去的日子以来 封锁 日子过得不好 每天都关在家里面 每天要担心这个 每天要担心那个 这个是正常人要过的生活吗 不是啊 拼了嘛 所以拼了是为了什么呢 拼了是为了要自由 那为什么要拼了自由呢 至少在新年的过程当中 先换到一点自由的一个气息 因为他们知道 再来的日子也不好过 而且孙中山讲什么 自由平等博爱啊 我冲去那边 就已经在给你这个 执政当局一个警讯啦 对 没错 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也晓得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现在叫做寒风涩涩 为什么叫寒风涩涩呢 我们有一直跟各位谈 这个都不是我们跟各位的数据 我们给各位的数据 都是中国国家统计局所 开出来的一个数据 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 采购经理人指数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下滑了 第五个月了 那这第五个月下滑呢 12月的PMI来到49 第一个 现在的状况就是本来是要忘记的 对 那忘记今年忘记不忘 包括了欧美的感恩节 夜但节目前都不太好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准备过年了 对 进了过年之后 要经历連续三个月到四个月的一个淡季 到了淡季要怎么办 到了淡季这个要怎么办呢 所以一来拉货已经尾声了 所以现在的中国人他很清楚 现在的日子一边走一边过 但未来的日子房地产房地产不好 经济经济不好 现在中国要靠杨康的人出来 去把整个经济顶上来 希望能够顶上来 但很多人 哎呀管他的都已经生病了 到处趴趴趴趴 让整个疫情还是在传染当中 现在呢是往前走也不对 往后走也不对 但现在最惨的状况呢 昨天 昨天美国美股开二零二三年的红盘 一开红盘大家吓一跳 特斯拉跳水跌12% 特斯拉反而跳水 苹果也下跌 苹果目前在昨天正式跌破了两兆美金 为什么呢 市况不加 那市况不加 后面该要怎么办呢 现在对于苹果来说 后面怎么办 边走边看 赶快离开中国 所以呢 现在在提供所谓的印度的一个供应链 那他离开了 中国的供应商走不走 当然也要走嘛 所以目前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 全球投毒 世界投下了一个新的一个变数 但就目前来看的话 未来的状况 如果供应商一个一个的走掉 中国的经济靠这些人消费 靠这些杨康的人 真的走得起来吗 全世界都在看 好不过呢在这个中国 我们昨天有讲到 他很多的这个码头 他的这个货柜 空箱率竟然超过了九成以上 这表示这些货柜里面 几乎都是空的 再加上这个 在中国的半导体工艺链 现在因为疫情太严重了 所以这些业者的状况 居然据说比这个封控的时候 还要更惨 这等于都是判了 中国经济的这个死刑 可是现在在中国 居然有一个行业 新春发大财 哪个行业 就是刚铭宽町的殡仪馆 结果说来这么悲哀 就请教学伟了 听说习近平还有心情 讲风凉话吗 其实我们看习近平 在心灵呵斥 他讲的内容 网友实在很有才 他就告诉你说 他讲的那种 其实就是反映在 你中国现实状况 你看我们先来看 习近平讲说 我们战胜的前所未有的 困难和挑战 他就告诉大家讲说 我说是就是 不是也是 我说了算 你不能有任何意见 那是 韭菜只能等着被收割 对 他讲说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 他告诉你说 现在的就是什么 死人阶段 真的 大家提招不完 所有的殡仪馆 新年大豐收 人山人海 你现在连葬一个人 都要用插队的 你知道吗 旧人就讲说 他今天他的那个 那个妈妈 老妈妈过世 那怎么办 没办法 可以火化 他还放了一千块钱 跟两条滑子 滑子是中滑烟 那个高档香 跟两条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插队 那怎么插队你知道吗 他是两个人叠在一起烧 两个人叠在一起烧 对啊 叠在一起烧 到时候拿回去領回去 也不知道是你的 还是我的 是啊 都混在一块 大家就坐在一起 好不用想太多 能烧就烧 能进烧 能烧进烧 对不对 那现在习近平讲说 但是吃井的时候 吃井是什么 很吃井啊 火葬场当然很吃井 对不对 各地烧都烧不完 你说吃不吃井 吃井啊 还去生用大炉子 对嘛 现在北京你知道吗 北京那个大体放在哪里 放在猪肉仓库里面 猪肉仓库 上海放在哪里 放在三文鱼 就是鲑鱼的仓库里面 对不对 因为没地方可以冰了嘛 对不对 你总不能让他放在那边 让他烂嘛 好吧 他就告诉大家说 大家在加把劲 没死的快死 死的快去开工 死不了就去开工 对啊 为什么 他现在就告诉你说 我现在要能够能够感染的话 能够有阳性的话 能阳尽阳 对不对 你赶快阳了之后 大家都已经一锅端的时候 大家都有了 对不对 撑不住的就走了嘛 撑得住的你就继续工作 就活下来这样 所以加把劲就是怎样 让这个疫情赶快快高快过 他就赶快说那个高峰高起来 快点高起来之后 让疫情赶快过去之后 看是能不能这一波之后 以后就不会感染 实在他没有水准你知道吗 他这个感染的话 是可以重复感染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看中国到底他们 魏建委 他们一些专家讲的话 到底是怎样提供给习近平 让习近平有这种错误的观念 以为说每个人养过之后 就从来以后就没有养过了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很扯嘛 对不对 好啦他就告诉你说坚持就是胜利 你看就是我讲的 你们坚持我胜利 我习近平胜利 因为你们大家都感染了 对不对 该死也都死了 其他都是无症状或轻症的 就撑过这一波之后 以后就不会有这么高的高峰 对不对 所以跟你讲说这个实在是 有够夸张 那现在他们的专家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现在十四亿人口 大概已经有六亿人全洋了 都是阳性 对我们刚才讲过说你看 这抓到这个什么 黄牛业者有没有 他火号号码要领号码牌的 要等抽签 等那个顺序通知的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你如果要插队 你看他已经炒到以前火化一个 一个人的话 费用大概八千块人民币 对不对 现在已经涨到三万块了 涨到三万块人民币 三万块 一个号码牌而已 而且你这个三万块 就可以往前去挪了 对不对 而且更夸张的是你看 现在告诉你说这个死人才 为什么他们都不务正业啊 以前不是大家都在大炼心的时候 有没有 你养猪养鱼的都跑去做芯片 有没有 那现在一样啊 四川的这个电炉炼钢厂 他竟然跟当地政府申请讲说 我这个炼钢也没那么多 钢可以炼 那这个炉子放在那边 那没事用 我们来做殡葬业好了 炼钢便炼大体了 所以以后你那个大体 可不可以来这边火化 那我就很担心 我就在思考说 你这个炉子没弄干净的话 以后那个大体烧完之后 炼出来的是不是就一块 炼骨骨 对不对 是不是拿一个铁块回去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不务正业的 改赚死人才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意太好赚 我至少这一波赚足了再说嘛 以前不是大家都在大炼心的时候 有没有 你养猪养鱼的都跑去做芯片 有没有 那现在一样啊 四川的这个电炉炼钢厂 有没有 他竟然跟当地政府申请讲说 我这个炼钢也没那么多钢可以炼 那这个炉子放在那边 对不对 没事用 我们来做殡葬业好了 炼钢便炼大体了 所以以后你那个大体 可不可以来这边火化 那我就很担心 我就在思考说 你这个炉子没弄干净的话 以后那个大体烧完之后 炼出来的是不是就一块 硬骨骨骨 对不对 是不是拿一个铁块回去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看 不务正业的改赚死人财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生意太好赚 我至少这一波赚足了再说嘛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 那接下来你看 这个死亡的人数 这个说到数不清 连这个到医院区 都已经有乱七八糟了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一个河南 河南87岁的一个隐姓老妇人 对不对 他就本来在养老院 后来就是因为生病了去住院 一进去之后 突然间他12月27号去住院 对不对 28号那一天 家属就接到电话说 不行啊 差不多啊 有那个病危了 哪知道到了傍晚之后 就打电话来说 走啦 你们来领大提 哇 那个领了之后也很夸张 这家属真的也很夸张 看了之后不是要认吗 认这是不是他妈妈 对不对 看完之后 看他手上的那个 那个排名牌 有没有 没错啊 资料都对嘛 好吧 就把他领回去烧了 烧了之后隔几天 31号那天才隔三天 电话又来了 你妈妈还活着呢 蛤 对那他领回去烧的 那个是谁啊 是谁啊 亂烧一头太恐怖了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们烧掉 领回去的那个 是一个另外一个 73岁的妇人 他们是同一天 住进这个医院 那一住进去之后 就分不对了 对了 身份就搞错了 这两个人住进去 这个A就变成B B就变成A 所以他们那天 一看那个手链 这个就那个 死的隐姓妇人嘛 就领回去 哪知道他的家属 也很夸张 他家属是解释讲说 因为那个时候病房很暗 而且看起来 那个髮型 跟那个样子 就很像他妈妈 太扯了 自己的目也不清楚 所以就很扯 扯到这种地步 你看 你知道习近平 在二十大的时候 你有对照 习近平二十大 跟元旦赫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软硬态度差非常多了 为什么 习近平那个时候 在二十大 还告诉你说 我坚持动态清零不放空 不放松 而且那个时候 还抓了刀把子 政法委动不动 就开始说 你看你白子革命 我就觉得说 这是敌外势力的渗透 在破坏 我就开始刀把子 就一挥 而且那时候 刚开始封控的时候 他也告诉你说 不要让这个外来的势力 藉由这个机会 藉意捣乱 捣乱我们的社会治安 所以你看习近平 那个时候态度多嚣张 而且以前对台湾也是 一国两制 什么不排除武统台湾 可是你看今年的元朗赫子 软趴趴的 为什么 说实在话 现在中国大陆是动不动 就会爆出很大的一个火花 人家讲说 星星之火可以聊 对星星之火 你看现在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烟花革命 烟花革命 对烟花革命 你知道吗 这个烟花革命多好笑 这个多怕被熄灭 人家就讲说 那个熄灭不是火熄 那个熄灭 是习近平被灭嘛 怕被熄灭 对啦 所以这个郑州 这个男的在放烟火 那这个城管 真的吃饭太阳 他在放烟火 他竟然那个城管 还拿着那个灭火器 就跟在后面 一直噴你知道吗 肚子你看 滴滴噴 你滴滴噴 那烟火 為天空噴 他这个 他根本噴不息 他只是噴爽的而已 是脑残 他根本就噴那個人 不是脑残 这个总要做错样子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那个噴烟火 后来你说我在地上噴 你看那个年轻人 我就故意一直噴一直噴 对 那我接下来我就开车 我开车在马路上跑 而且一面跑 一面开车一面噴烟火 那个警车到处追著他跑 追就是追不到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看这个熄灭 这个同音 所以他们就你看 有沒有 他就开着车这样噴烟火 你追啊你来啊 对不对 你越抓我越放 所以我就跟你讲 这个实在是有扩张 所以现在全中国 他只要有一点点 可以对抗中国的 极权统治的话 他都要借机发泄 他真的是现在各式各样的 造反都出来了 对 那大人放烟火 会被抓 对不对 我总还叫小孩子 去放烟火 现在更扯 现在中国大陆 包括北京 上海河北很多地方 他告诉你说 小孩儿来放烟花 对不对 爆竹 拘留家长 是不是有这么怕啊 对啊 你叫小孩子来放 对不对 我家长把你抓起来 我抓你家长总可以吧 所以就跟你讲说 整个中国大陆 现在是怎样 那我只要有一丝丝的时间 有一丝丝的方式 可以对中共表达不满 我就出来了 可是你看中共外交部的发言 这个毛铃又讲说 坚决反对 对本着政治目的操弄防疫措施的做法 将本着对应原则 采取相应措施 这是要对谁讲 对全世界讲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现在都对中国的旅客 要进行一个检疫 那我检疫 我说你把我检疫 我就出不去 那你不是违背我放毒出去的这个本宗吗 对不对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要对等原则 你如果对台湾 中国的旅客要进行检疫 防控的话 那以后你们外国旅客来的话 我也相对一样 我也要对等原则 我要对你们检疫防控 那问题是这个时候 还有谁敢去中国 对一个大链鼓的一个团境里面 去到那边的话 小心命都没了 不过中国除了放毒全世界 再度引发全球的恐慌之外 共击也像病毒一样 是史无前例的步步禁闭台湾 不管是在数量或者是机种上 都一再的破纪录 甚至这两天都已经飞到了 我们的潮筑外海 还让我们的飞弹基地 是警讯大作 那前空军副司令张炎廷 就批评国军 作为实在太消极了 连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都提醒 说我们国军 应该要更积极有效的 做出反制的这个作为才对 不然以后我们应变的时间 会越来越短 这什么意思 就是共击越来越靠近 我们台湾本岛 所以就请教这个将军 当然我们也不想插枪走火 可是我们也不想 被弄头擒骨 所以大家这就很疑惑 那我们国军的底线 到底在哪里 光是从2022年的圣诞夜晚上 12月25号晚上 一直到今年2023年的1月1号 这是越飞越离谱 真的 他不是在西南海域这边说 这里有个海沟 我们要侦查底下面的浅舰 或者相关的情知 他不是 他是直接要打破海峡中线 以前都是在这边绕绕而已 现在已经跑到这里来 我们北市总统府就在这 这里是最敏感 以前在这里绕 是因为台湾的整个地形 是这样的 他透过这边 中线只到这里 所以我们在中线的底端 这边绕 我只是在你的防空识别区里面绕 我没有去试探 去越过海峡中线 但是现在开始刚开始只是越过一点点就回去 在这一次在今年元旦的1月1号 解放军的飞机到达我们临街海域 就是24海里了 已经到达临街海域了 这不是来冲场 不是来庆祝这个两岸的这个元旦 元旦新年快乐 不是 是来骚扰来挑衅的 因为你的飞机 他这次飞来是歼10跟歼16 这算是4.5代的战机了 他一飞来以后 我们北部空军所有的雷达 全部都已经锁定 可是为什么有人说不够积极 我们锁定没有把火控雷达打开 我只是锁定你而已 火控雷达打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只要再往前进 我就立刻发射 就把你击毁 可是你没有开火控雷达 对方他没有感觉 对啊 就是这些歼10歼16 他在这个地方飞 已经飞到了桃园 新竹的外海 将近24海里的临街区 不过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临街区还不是领空 OK 大家不要说 哎呀我们空军啊 我们空军失职了 首途有则你是 没有 24海里不叫领空 24海叫临街区 要进入12海里才是领空 但是我为什么说 建议进入24海里的临街区 就应该要开火控雷达 你要让进入我们临街区的共军 他赶到我被锁定了 因为飞机被锁定 他飞机上的遗控会大叫啊 我被锁定了啊 下一步就是要击毁你 我没有要发射 可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的火控雷达已经抓到你了 你不要再过来 那这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警告 你来挑衅 我就要强烈的回击警告你 警告你的方式不一定是击毁 我要让你知道 你已经被我unlock 你被我抓住了 那第二个好处是 如果他再往前飞呢 他不停继续往前飞 他是回头了 如果他没有回头 继续往前飞呢 三分钟就到达我们上空了 三分钟而已 三分钟就到达上空了 所以这三分钟叫做黄金的反应期 我已经lock 你把你锁住了 你只要再往前飞 我不等这三分钟 可能两分三十秒 我就发射飞弹 你就会再进入我十二海里 之前就被集毁 所以说我觉得 为什么大家说空军的作为 稍微的软弱了一些 就是这样 王定宇委员以待玄机的说 现在攻击我们应变的时间 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他在测试 他在投石问路 以前共军都只飞到这里就回去了 只敢在沿海飞 他现在飞到中线 大概在今年的元旦之前是 在中线边缘一下就回去 现在是直接超越 进入二十四海里的临街区 这已经是大胆到极点 他认为你不敢打我 他认为你不敢碰我 所以如果你再不锁定他 你再不让他飞机上面的雷达 大声的警告说自己 我已经被锁定了 他如果飞到十二海里呢 是啊 我们的空军即将面临是打与不打 所以你为了要预防这种情形发生 先锁定 那空军的讲法是说 可是我把火控雷达打开 他会不会就漏掉我的参数 把我的参数就让他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两军 已经到这种状况之下 顾不得这个了 顾不得这个了 该做的必要的措施就要做 两害取其轻 如果今天不锁定你 你再往前飞到十二海里 我再锁定你来不及了 我再打可能即死即落 在我们的领空 在我们的领土 甚至领空的上空 那是 但是是笑掉敌人的大牙 我如入无人之境 我随便都可以进去 所以一定要锁定 即使你有泄漏 这个参数的疑虑 可是我相信美国会支持我们开 因为你不打开 那当时要这套装备干什么 他已经准备要攻击你了 必须要开 你开了下次他不敢再来了 因为他知道我会即落 我是完真的 我不是跟你花拳袖腿 他现在就在试底线 就在试 我今天飞到二色海里 你不理我 明天我再往里面飞一点 我再往里面飞一点 那就即将接近我的领空了 那我们空军如果在二色海里 这个缓冲临街区都没有做反应 下次他进来怎么办 我打还是不打 我一打便我打第一级 可是邱国登部长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进入我们的领空 我们不叫第一级 因为你的飞机就视同一个攻击的武器 你的飞机进入我的领空 是你开了第一枪 是你出了第一级 所以我反击只是自救 只是自己防卫自己的领土而已 那不叫第一级 另外这段时间真的状况很紧急了 我们在军中通常就是遇到重大的状况 可能会作战 我们会主官跟副主官 不得同时离开我的房区 这时候已经很紧张 但是邱国登部长这次发的命令 不是主官或副主官 没有或 就是作战区的指挥官不可以离开 你的副指挥官这样也不行 你的指挥官就是不能离开 为什么 只有指挥官可以下令第一级 对 所以状况真的不行 很紧很紧 这个状况我遇到只有96台海危机 当时是所有的指挥官不得离开阵地 小从少尉大到中将指挥官都不能离开阵地 那是96台海危机 当时就是只有指挥官 有这个权下令打第一级 如果你指挥官不在了 副指挥官他还要请示半天 战机骚纵即逝 等到我请示完 飞机飞弹都到头上了 所以说邱国正现在会跟所有的 三军部队的指挥官不得离开房区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中国的解放军再如此的得寸进尺 那不排除击落 就跟当时金门那家无人机一样 我就不排除击落 大家看金门的无人机击落了以后呢 再也不来了 对呀 真的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所以我一直强调只有备战才能指战 如果你今天备战而不敢战 那你不要备战 所以很多人说我是好战分子 不是 如果军人对于作战没有自信 军人对于作战没有决心 就跟商人不想赚钱一样 看到一大堆钱我要赚商人说 赚太多了我不要赚了 这给别人赚 没有军人只要你敢欺负我 我就是敢战能战绝不避战 避战是政治人物是政治情势的较劲 我们所有的军人就是敢战 所以说这点我要希望邱国政部长 真的下达命令捍卫国土寸土不让 即使不习一战 那也是为了和平而战 不是我们挑衅 另外我讲到这边的情势更严重 在这个元月一号的时候大家发现 中国的辽宁号不是在低岛店这边跑一跑 也不是在南海这边跑一跑 他跑到哪里 跑到这里了 跑到关岛了 跑到关岛了 附近了 关岛是美国在整个东亚的前进基地 所有美国先进的仪器武器 飞弹船舰都在这里 中国的辽宁号 通过了日本的公国海峡 直接到这里来了 所以说现在美军已经授予日本 我的所有的部队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由日本的自卫队直接指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预判未来发生作战的地方 可能不只是南海不只是台海 就连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 这一块海域都会变成可能作战的区域 所以说美国已经下达告诉日本 你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下达命令 所以说未来整个万吨以上的驱逐舰也开始了 垂逐发射的飞弹驱逐舰 日本也开始做了 日本的极音速飞弹也开始使用 那么大家注意到台湾做了什么事 我们台湾把我们的雄雄飞弹 不管是一行二行 从西部重新建立了两支部队到东部 也就是说我们从单纯的向西边防御 防止共军对我们的侵害 我们也把全岛防御改成东部也有飞弹 如果解放军在这个地方危害和平的话 日本向下打 台湾向东打 整个关岛向前打 菲律宾还有澳洲向上打 所以说是一个向心攻击的方式 台湾是在这整个大战略图里面 居于中心的位置最重要的战略要点 所以我们只有自力自强 救人也可以让整个地区维护和平 所以备战是必须而不是我们号战 不过从共机史无前例的迫近台湾 到辽宁号的航母战斗群 在这个前面几天的时候 他们突破了第一岛链直冲关岛去演练 如何针对于美国的海军特潜队来进行攻击 而且国台版还对台湾放话表示 说接下来要在台湾寻找有势之士 大家来共同协商国家统一的大忌 所以就请教这个益川老师 像两岸的学者赵春山说 这表示说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促统 这样的一个进程 那老师怎么看 包括了中国 我们前面一路讲下来中国的做法 然后还有这个国台办最新上任 这个主任宋涛他的这个说法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现在面对中国这些做法 我们所面临到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后一直都在进行 尤其是武后 就说这几年这种军机绕台 大家每天都知道 他们每天都在这个武后 那这个12月去年12月28号 就是这个宋涛的人事令发表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人到底是谁 后来就发现说原来他是从外交体系出身 专门做政党外交 那可能跟这个北韩比较熟 那他只有这样的一个训练 那他今年已经67 68岁了 到今年就68岁 应该也是胸无大智了 就是这样的 那因为中国对台湾的这一个态度 中共对台湾的态度 大概就还掌握在习近平王富林跟王毅 三个人的这个手上 所以对宋涛来说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传声筒 用台义说 他就是习近平的阿弟 那习近平在元旦的谈话里头 他就谈到台湾问题 他只有讲到这个两岸一家亲 没有更深入的这个谈法 可是呢 马上这个宋涛就讲了 他说呢 我们必须在台湾寻找有事之事 我们要谈什么呢 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谈和平统一 谈一个中国的这一个原则 好 他讲有事之事 那什么叫做有事之事 是啊 用台义说就是说 有担心的人 有担心的人 或者是说有担心 有担心的人 就有事之事 那如果去查 那这比较有远见的 比较有卓越 这一个看法的人 那我们就想说 那台湾什么人是有事之事 过去啊 想要跟中国过 一起去谈的 当然就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 有马席会 他当然希望说 如果我是有事之事 那我就有第二次的马席会 那中 这个国民党最代表性 比如说洪秀柱 这个也可能是有事之事 那以前呢 他爸爸专门做买判的 连胜文 这看法也有特色 这也可能是有事之事 那比如说赵少康 可是现在最值得观察的 就是侯友宜 就侯友宜 那侯友宜前几天提出一个说 台湾不要做强国的棋子 大家想说棋子 这句话 这两个字很熟 原来是韩国语 才2019年的 各位记得吗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棋子 一个是塞子 他说不要做美国的棋子 而是要做什么 泡水的浴缸 要一个塞子 台湾扮演这个关键的角色 如果我们不是塞子 就没有办法把那个水弄起来 我们就没办法泡澡 好 现在侯友宜讲这个棋子 可是我们想说在下棋的时候 下棋的时候 下棋的时候 滚手中极要跑 每一支都有他的角色 他被摆的位置 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你今天假设 你是不是冰好了 你的对面 有一支黑极 黑的这个极 在你前面 你明明可以吃他 然后你不敢吃他 你不管你做哪一边的棋子 你都会失败 好 那侯友宜这几天 讲这个棋子说之后 今天有人在问他了 问他说 你那个什么棋子说 要不要讲一下 而且宋涛讲说 要找有事之事 来谈和平统一 谈一个中国 谈九二共识 你有什么看法 侯友宜因为过去的训练 他自己跟他的幕僚的训练 没有两岸的训练 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外交 没有美中台三角关系 没有这个亚太第一岛链 就是这样的一个印太战略的训练 他没有 那因为他没有 他的幕僚也没有 所以他对这一块的知识 是比较缺乏 比如说相对朱立伦 相对过去的马英九 他是比较缺乏 好 结果他就讲了几个字 他讲说 我们要维持台海的稳定 维持东亚的稳定 我们如果要谈 我们要平等尊严友善 这些事说到哪里来的 人家跟你谈说 要谈和平统一 谈这个一国两制 你只会谈平等尊严友善 他就没有要跟你平等啊 中国跟台湾谈问题 没有要跟你平等 从来没有平等过 所以接下来 各位观察了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海峡论坛 每年大概暑假的这个 钱都会办海峡论坛 今年谁会去海峡论坛 谁就是有事之事 对不对 因为谁要去谈嘛 不管是办论坛 办研讨会 或者是像上一次这个夏立言 用副主席的身份 跑去厦门 也不知道干嘛 弄弄又回来 中国会开始启动 跟台湾的有事之事 这个时候 谁去参加了海峡论坛 在上面发表了 什么样的言论 如果讲得好 那就通过中国的面试 你就是有事之事 你可会得到一个勋章 那接下来对美国的探访 你对中国的看法 讲说美国也在看啊 美国在看你怎么看中国 就是说 接下来想要选中的人 譬如说侯友宜 你现在讲的这个话 美国AIT也会写报告 美国商会也会写报告 他们会写说 接下来如果是侯友宜 当台湾的总统 台湾的局势会怎样 对美国的利益是什么 所以这一些想要选总统的人 接下来的每一个谈话 谈到美中台 包括日本 大家彼此的关系的时候 都彼此牵动 大家都要谨言盛行 否则你真的只会是人家的棋子 而且解放军最近动作真的非常的多 除了这个船舰不停的下饺子之外 战机也声称说 是不断的在这个进化当中 可是这个中国的官媒 却无意间爆了个大料 点出了这个中国致命的这个弱点 什么弱点 那就是对啊 武器这些都有进步啊 但解放军有人会用吗 解放军有跟着进化吗 但是当然啦 我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实力 还是不能小觑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美日在很多的这个布局跟战略方面 一切都是冲着中国来的 甚至很多的这个大杀性 最近的这些布局 其实跟台湾都有关系吗 敏宽 中国的强国梦所废不知 为什么所废不知呢 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的 现在中国的第一台的所谓的辽宁舰 跟第二台的山东舰 那个都是半价加酒 真的都是半价加酒 对于美军来说 一套航母的一个 所谓的航母战斗群 上空要有空中预警机 你知道辽宁舰跟山东舰 没有空中预警机 所以他们用什么代替你知道吗 用直升机代替 那直升机能飞多高 飞不高啊 所以它那个航空战斗群的范围就很小 所以这次的共军 福建舰 每次念这个都很累 福建舰 这个真的是大家伙 为什么呢 300公尺乘以40公尺宽 然后目前有8具的一个引擎 有4具的引擎 8具的涡轮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这次是完真的 他们目前聚载上面的满载 可以装到80台的歼15 但重点是在于 现在这一台他们说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吗 真的能打 为什么呢 上面会放4台到6台的空警600预警机 这个预警机 就跟台湾那种大台的预警机一样 是真的可以飞高空的 到时候它就有真正有战力 那目前全世界有两个观察 第一个观察 它本来的设计 是要做整个所谓的蒸汽弹射 那蒸汽各位都知道 它就是烧锅炉 那烧锅炉比较慢 那烧锅炉比较慢 后来我们刚好跟各位说 它不是换了4具的主引擎 跟8台的涡轮机吗 所以现在呢 据传它会用其中的2台到3台涡轮 来做所谓的电池弹射 那这个电池弹射可是真的大家伙 为什么呢 电池弹射先来简单的跟各位说 这个电池弹射的力道有多大 它只有在短短的 大概80公尺的一个距离当中 它可以把一台2吨重的车 往前丢 丢1公里 丢1公里 所以那么大台的战斗机 那么大台的空中预警机 我让它扔出去 在战舰当中 在航母上面 飞机是扔出去的 那下来呢 下来是用勾子勾的 那现在全世界在观察的都是什么呢 它的起落架 所以第一个电池弹射能不能够操作 然后再来 这次它真的会来做所谓的防爆吗 各位还记得那时候福特号的防爆吗 大家吓一跳耶 50亿美金耶 炸弹就真的给它丢下去 然后丢下去的时候 当那个航母 砰 又掉下来的时候 安心了 这个叫过关了 这一台也要做 那为什么呢 过去你那个辽宁舰 山东舰是半家家酒的 那不能打嘛 但这一台是真的能打 但呢中共现在呢 先说喔 这次真的是有备而来 为什么呢 这两天我到中国去很多的网站啊 军事的全部都爬梳完之后 他一直在跟你说 我们这台是真假的喔 是真的 我们先来看它目前的所谓的一个 积电舱室的一个界面喔 跟我们发现这个界面全部都触控版了 跟过去的瓦良格号那个用开关的 那个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呢先来说 现在的整个界面都是新型的一个界面 但这次呢 特别有一个内容是大书特书 这个大书特书的内容是什么 你知道吗 是他的副舰长 副舰长 这个副舰长叫前庶民 之前是栋九三核潜舰 重点他还注意 请各位注意喔 他是核潜舰的舰长 目前来当这个 福建舰的副舰长 这个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但目前来说 这个地方有点糗 国家花了好多钱喔 所以呢战机更新 武器更新 船也更新 可是海军跟不上 海军跟不上 南华早报 最近就在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他说我们目前喔 好多的武器 好多的设备 可是呢 我们都在等人 都在等一个人 那为什么等人呢 第一个人要训练 训练一个海军不容易啊 是啊 你要让他能够在水上生活 要能够三班的轮值 还要汇外文 海军要汇外文 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 重点是你还要扛得住苦 像他这个 为什么要谈论到前庶民 各位你去知道吗 像我们这种有幽闭空间恐惧症的喔 一到下水去 大概两分钟三分钟 我们就受不了了 他们是长期一直培养 一直培养上来 而且就核潜舰喔 但现在问题来了 我武器一直下 武器一直盖 中国目前的造船速度 快到连世界都怕 为什么呢 我整个所谓的北方造船厂也能盖 山东造船厂也能盖 然后上海的所谓的江南高 上海的上海造船厂也能盖 单单三个哇 战舰一直下 所以他们战舰下的速度 快到连美国说 这到底是在做主纳 还是在折子飞机啊 那个速度超快的 但现在的麻烦是 我武器一直下军人不够 那军人不够呢 现在还有几个 现在对于全世界来说 你知道中国上一次打海战 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 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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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跟日本打海仗 那时候输了 把台湾割让给整个日本 所以有日本殖民时期 后来的中国没打过海仗 那既然没打过海仗 人才又不够 训练也短缺 也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现在变成什么呢 现在变成小孩玩大车 小孩玩大车了 真的小孩玩大车了 所以我开头跟各位说嘛 战舰在等船长 那战舰在等船长呢 现在刚好遇到一个 所谓的很尴尬的时间 什么叫很尴尬的时间呢 当中国在做这种 八万吨的庞然大物的时候 全世界在做一个大更改 什么叫做一个大更改呢 现在的新型的航空母舰 不做八万吨的了 连美国都说现在的 因为他们现在的战法是 尼米兹这是要研绎嘛 然后最后的包括雷根号 福特号 这个就最后了 不再做了 然后后面要做什么呢 要做什么呢 要做整个美利坚号嘛 迪利波里号这种 为什么呢 我两万吨就够啦 我既然两万吨就够 那我干嘛去做一个 八万吨的庞然大物 盖了那么多的引擎 而且有一个大麻烦 你船越大 比较好瞄准 对啊 他就变成在海上的 所谓的瞄准平台 那我们来看日本喔 日本现在呢 日向的时候 大家还想说 日向会不会太小台 因为日向的时候 只有两万吨 可是现在呢 他们已经走到 所谓的新型的 这个叫粗云 粗云的系列呢 请各位注意到一点 这个箭桥很小 旁边是全通式的甲板 这个全通式的甲板 功能很多 早上的话 军人可以在上面 运动跑步 然后呢 目前单阵救援 做整个起降 通通都够 那目前呢 对于日本来说 日本就是 我买四十二台的F35 那我这种粗云件 我大概会做两台 那我做两台的话 一台搭配F35搭配一台 但是 他不用用空中预警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啊 我资料共享啊 我干嘛要自己有呢 我资料别人 就可以给我啦 我就不用自己有啦 这是第一个 这很重要的一点嘛 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说 日本 美国 澳洲 现在在把战争 推进下一个世代 这个下一个世代 是什么 是晶片的世代 是科技的世代 是未来的一个世代 包括这个 我们来看喔 目前在美国 在帛琉 要设计一个 所谓的超视距雷达系统 这个超视距雷达系统呢 它的功率 不需要像我们的热山大佛那么大 但是因为 那个地方是 比较大的太平洋 对不对 所以他所需要做的是 把整个 不属于这个海洋上的 搜出来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还是简单 监视中国 那中国现在呢 一直在寄予 两个国家的海洋资源 哪两个国家 印尼跟澳洲 因为这个地方的海洋资源很多 目前整个西太平洋的海洋资源 慢慢的在枯竭当中 但现在呢 大杀器出来了 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叫马克里亚 马克里亚叫做 女武神战斗直升 战斗机喔 先说喔 这可是真的大杀器 喔 怎么说 女武神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这个是全新的 目前实验实验两台 它可以丢飞弹 嗯哼 它一来可以丢飞弹 再重2700公斤 飞高一万四千公尺 航程近五千公里 但请各位去看到一点喔 嗯 这个是完全无人机 喔 这完全无人机 完全无人机的好处 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那种所谓的 外面的小岛跳岛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有机场啊 嗯哼 然后呢 资料链接完之后呢 第一个 它可以执行杀手的一个任务 OK 第二个它可以飞得又高又远 嗯 重点是在于 它有先进的武器系统 先进的感测系统之外 你看不到它 你还看不到它 一个它很小 所以第一个雷达的反射点就小了 第二个有逆中功能 它 这个无人机有逆中功能 有逆中功能 现在重点是在于 它能够飞多快 大家都在看的是 它能够飞多快 它可以飞多快 但重点是 如果这种战机 未来能够做了之后 全世界的战争会全部改变 嗯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未来的战争就很简单嘛 你一个飞行员 例如说F35进去一台破门 剩下的你派十台这个出去就好啦 对 你干嘛跟他打得那么累呢 但现在呢 就在2023年全世界 大家做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预测 2023年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危机 第一在哪边呢 五大危机 包括了乌克兰 包括了台海 包括了伊朗 包括了网路攻击 包括了下一波的流行病 你知道我们台湾算一算 也算倒霉 我们居然在五个当中包了三个 我们就包了三个 为什么包了三个呢 因为目前的网路攻击来说 全世界最会网路攻击的 中国 北韩 伊朗 俄罗斯 刚好是这四个所谓的轴心国家 然后呢 下一波的流行病 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说很久了 流行病从2019年哪里出来的 中国啊 目前来看像是中国 所以台湾居然中了下一波流行病 网路攻击跟台海的威胁 但我们不得不说一件事情 还好电视机前面的你们都很团结 目前来看 虽然我们在中国旁边 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地方 持续往前 台湾的国力还是很强 不过来讲到台湾的国力很强 今天大家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确定呢 这个可以还税渔民 然后大家可以拿到六千块的这个现金 确定要发钱了 可是呢 这个中间呢 坦白说呢 确实是这个为人诟病 有一些这个转折 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因为呢 这个蔡总统1月1号的时候本来是说呢 他必须要未雨琢磨 希望国人理解嘛 所以暂时不发钱 后来呢据说呢 这个民进党立委大反弹 说人民其实很失落啊 而且离民意太远了 所以1月3号的时候呢 蔡总统又表示说呢 那1800亿喔 最后我们考虑一下 就是预留不时之需的金额之后呢 就透过透过这个发现金的方式 跟全民共享喔 但是呢 是1月4号 苏贞昌呢 这个青上火线 来宣布这个消息 农历联后普发现金 每个人发6000块钱喔 所以算不算是这个 猜蛋成功了呢 当然你怎么发国民党都有话讲嘛 那另外一个民进党的危机呢 就在于台南政府议长的 这个选举的会声会影喔 现在呢 检调有大动作喔 昨天动员了120个人 兵分26号 去搜索了民进党政府议长 包括了邱莉莉 林志展 以及国民党跑票的三名议员 还有五党籍的议员 黄立昭 涉案人郭再新 杨志强等 总共10个人的住处 来进行征讯之后呢 这个议长邱莉莉 50万元交保 副议长林志展 20万元交保 那郭再新跟这个 杨志强呢 是继续升压当中 因为据说呢 在他们的住处 搜到了800万的这个 不知道用途 然后也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这个现金啦 不过讲到黑金呢 国民党也不遑多让 国民党也有黑金的危机 是这个是中常委呢 蕭景田呢 涉嫌提供这个资金 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林姓儿的这个装脚 来现金行贿啦 当地的这个里长喔 所以叫他去上门搜索的时候呢 据说这个蕭景田 还翻墙逃走啊 后来呢被通缉了五天啊 都神隐喔 昨天呢终于主动到案了 后来法院呢 是裁定他800万元交保 那国民党真的这个 也做出了这个最新的回应 尊重这个简单政办啦 还说希望司法误枉误众 让真相这个水落石出等等啦 好 但是呢 讲到这个国民党 除了黑金的问题之外呢 为了2024呢 现在也早就开始大乱斗了啦 这个之前媒体报道说 侯友宜呢 选总统呢 已经在布局当中了 还打算把新北交棒给江启成 就朱立伦说 哎呀大家就让侯友宜好好做事啊 让江启成留在立法院 那国民党的战将啊 所以呢这个 呃 然后呢又任用了以前这个 郭台铭的阵营的人呢 去到了这个新竹市政府里面 所以有人说朱立伦 现在是要拉锅卡侯 但是呢 战斗篮却是要杀猪 不过一样要卡侯 为什么呢 因为赵浩康讲 他說 2024朱立伦 你可以去争取担任立法院长嘛 那侯友宜呢 既然你民调碾压所有人 那你就早早清楚表明你要参选啊 而且你跟大家说明 你会主动登记参加初选 来争取提名嘛 那国民党主席就想挡也挡不住啦 可是这个外界都盛传喔 他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大家都说侯友宜 根本不可能参加初选 他要等黄袍加深啊 所以呢 赵浩康这一招呢 这个就被外界解读 是杀猪卡侯啊 朱立伦也挺聪明的啦 精算师嘛 所以他说 哎呀媒体人真的是 太多想象力了啦 而且呢 不管你要怎么卡侯 拉锅卡侯或什么的 可是呢 原来呢 这个郭 侯友宜呢 早就去找了最够力 最够财力的这个 郭台铭要结盟拼大位吗 《镜周刊》报导说呢 这个至少三度密会啦 不过也有媒体人说 早就五度密会以上了 那最后两个人的共识就是你 你选我就不选啊 那最后真的有可能 这个侯郭怎么样合作吗 现在还传出呢 哎 国民党也不 也不排除要侯儒配啦 而且卢秀燕这一次最新的喔 他没有把他说死喔 他说任何组合都可以考虑喔 要会赢能赢最重要的啊 所以就请教这个学伟啦 你怎么看这个蓝绿的危机 其实我先从那个 发钱这件事情开始讲 因为我一直很关心这个 发钱的东西 而且各界很多喔 那个利润 都都乱七八糟 讲了一大堆啦 我先以谢金河之前 讲的一句话来告诉你说 政府如果跟人民斤斤计较的话 这个政府会失去民心啦 这个是真的没有错啦 蔡英文总统那天前说 钱要花在刀口上对不对 而且很多人就提出来 刀口上是什么 是还债 是什么 救劳健保 我真的很想说 这些人真的是 只看到眼前的东西 都不知道往后的东西 什么那个劳健保 你不把他救起来的话 再留子孙啦 我跟你说我在争笑的 你今天救劳健保 你今天四千五百亿的话 你那个劳健保给了之后 这个洞口填得起来嘛 你填不起来嘛 对不对 你现在只是让这个劳健保 有没有 往后破产的时间往后延 那延到什么时候 是延到你的子孙的时候破产 不是你现在破产 你现在还可以 领到劳健保 领完之后拍拍屁股走啦 对不对 那你的子孙以后不是要 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劳健保 不是说拿这些钱来回田 拿这些钱来回田之后 你劳健保就能够救起来 是你的制度整个改变 要设计要 从根本去改变它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救劳健保 这个说法 差不可能对不对 那你说还债 来我就讲一些实际话 我举新加坡为例好了啦 这个很多还债 大家都在讲很多这些 四千五百亿要怎么 花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讲新加坡好了 你知道新加坡是全世界 最有名的 还富渔民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这个重点是在哪里 这个发现金 我为什么一开始讲说 民进党应该要赶快 民进党政府要赶快 把现金发出去 因为这是表示说 你政府对全民的 关怀跟激励 而且你发这些钱的话 是不分蓝绿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钱花下去的时候 那烧烫烫的 暖烫烫的 对不对 政府关心我 我感受到了 而且这种钱怎么可以排付 我就跟你讲公平原则 这个钱是什么 是全民的努力造成的 才会让你想 其实我讲实在话 其实从2014年到2021年 2022还不算 2022年就像就四千五百亿 对不对 从2014到2021年 你知道政府超收的多少 超增的多少税收吗 一兆一千零三十五亿税金 对不对 是一兆多 所以你说该还债的话 是不是从2014年那一年 就开始就慢慢慢慢 就开始去还债了 怎么会等到这一年 四千五百亿才要还债 好了 那我们讲回来好了 新加坡2006年 2008年 2011跟2018 四次有没有 他们是全民红包 而且不排富 那你觉得说 你觉得新加坡 是不是很会赚钱 很有钱的国家 所以他在把钱 分给老百姓 不是 他2006年那一年 是出现财政赤字 可是李显龙 为什么那一年坚持要发钱 而且他还举债来发钱 就很简单 这个举债发钱是 新加坡政府不是笨蛋 为什么 新加坡是高负债国 那台湾 台湾叫做低负债国 为什么 我们的负债跟GDP比的话 新加坡是一百一百分之一百一十 台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 那你就知道说 台湾真的很有钱 不是没有钱 那你这个为什么要负债 人家讲说 新加坡这样发钱 要迟早希腊化 不对 你这个谈这个希腊化的话 你要不能只看负债 要看资产 对不对 我们的资产 你看2018年 主权国 那个 风险指数 有没有 主权的风险指数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安全国家 他是第一名 那台湾呢 台湾是排第六名 那为什么 台湾怎么会差新加坡 新加坡有什么第一名 我们第一名 那你就知道说台湾真的很有钱 不是没有钱 那你这个为什么要负债 人家讲说 新加坡这样发钱的话 迟早希腊化 不对 你这个谈这个希腊化的话 你要不能只看负债 要看资产 对不对 我们的资产 你看2018年 主权国 那个 风险指数 有没有 主权的风险指数 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安全国家 他是第一名 那台湾呢 台湾是排第六名 那为什么 台湾怎么会差新加坡 新加坡有什么第一名 第二名 我在跟你讲 他们的评估里面指数告诉你说 台湾可持续发展的财政空间太少 而且我们的财政部门表现比较差 所以财政部门要小心 对不对 那你说净资产 刚刚讲到净资产 新加坡的资债相抵 有没有 资产跟负债相抵的话 是有一兆多的新加坡币 他占的GDP的话 两百分之两百四十八 所以他的资产远大于负债 那台湾 台湾更夸张 台湾是1.1兆美金 相当于GDP的百分之两百 十大盈余经济体 台湾是排世界第五名 对不对 台湾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没钱 台湾的问题是你钱太多 资金过剩 而且为什么资金过剩 你又舍不得花 又有钱不敢花 对不对 台湾的问题是在这边 为什么这样讲 台湾真正为什么钱要拿来花 对不对 钱多的话 表示说你对各国都是顺差 你赚人家的钱赚饱饱的 而且你就讲说 你惹的外国不高兴之外 对不对 而且你现在钱越存越多 就表示说你的内需不振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内需不振或怎样 就把大量把这个同货 都外销出去 所以你钱越贪越多 带外国的钱越贪越多 所以吃的不是台湾很吃的 所以新加坡为什么不怕赤字增大 或者债务变多 它是希望说刺激需求 活络整个国家经济 我跟你讲钱要动 钱不是存起来 钱要流动 所以流动为什么 就是给你钱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钱是要有效的资金分配 而且有效的资金运用 不是只用来还债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很多的那个脑袋 对经济学不了解 你钱站起来去还债去还了之后 你还是债务还是会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根本要改变 好那接下来 你说民进党这一次 很多他就是说 什么检讨报告 什么东西执政团队 要深刻检讨 否则那个支持度 就实在不行 那里面除了说这个资金 这个我们这个税收盈余 要怎么去发配之外 那其他有很多问题 有一个就是黑金嘛 那黑金是不是很严重 其实我没有想到说 台湾这种黑金政治 到目前为止 2022年 2023年 还这么严重 你知道吗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 台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台南全部都是绿的 深绿的 对不对 都挺绿的 挺到现在是整个 里面的外面都是绿的 对不对 很多人的协议理就是绿的了 对 那就怎么办 那就交给你们自己去算 对不对 你们自己玩到最后 就完成这样嘛 现在就很多嘛 你看 现在那个议会选举 那个政府议长邱莉莉跟林志斩 刚上去而已 马上就被检调搜索 陈廷飞喊了多少次 他从选举前 就一直讲黑金黑金 陈廷飞还说不自杀声明 他有点 我那天有时候鼓励他 看到他就鼓励他 可是说这个也搞得实在是太太 不自杀声明 可是说实在话 他的台南 他的感受 我是不知道 那可是看起来你看 兵分二十六路 动员剪掉 动员一百二十二个人去各路去搜索 搜索你看 现在几乎一票人都全部被交保 而且你看郭泰青 蒜头金子 还有那个什么杨志强 这个就是居中的白手套 这两个人被赏鸭 对不对 为什么会赏鸭 就收出有八百万的一个现金 你出来没台没钱 你办公室里面 八百万现金干什么 所以这个就很坐实说 你这个到底 你不交代这些钱的来源 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去 这个全部你都要交代清楚 否则你是散不掉的 对不对 好啦那你说 那个国民党也一样 国民党黑金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问题是你现在改过来的 你很多事情 我说实在话 我常常讲说国民党 包括从中央到地方 老一辈的全部都要淘汰掉 警察我真的很可笑 你知道吗 他这几年来一直在改变形象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包括之前那个挺韩国瑜 那个时候 他出来他有很多 其实你私底下认识他的人 你就觉得说他讲话 就是温文如雅 没想到 问题是你国民党早事件一大堆 对不对 以前过去就算了 问题是你现在你看林姓和 对不对 你去北京的房子 你说那个林姓和 是你的甘女儿吗 还是什么样 有什么关系吗 不知道 对不对 你小景田自己跟检调单位讲 而且讲得很清楚 现在为什么要去生压他 检调去找他的时候 他竟然翻墙跑掉 对啊 很陪的 那就是标识 你还没损好 还没损好 你要怎么把检调单位讲 对不对 我就说真的 这真的 小景田真的可惜了 你真的说实在交往你给儿子 或女儿 对不对 你的女儿也蛮优秀的 对不对 不要在那边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真的是劝他真的这样 而且那个饭店 你不是说要把北投利息 改成什么世界级的温泉饭店吗 你就好好去打拼那个啦 不要再来玩这个了 对不对 玩这个又拍卡手 算这有的没的 好啦那我说实在话 国民党现在大乱动 其实我那天就想讲 其实郭台铭跟侯友宇 从二零一九年年底 就开始第一次密会之后 他们就一直保持很流畅的 很密切的联系 他们谈当然是天然地北 什么东西都聊嘛 你知道侯友宇 所以大家都觉得说 他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关系 还有国际的那些论点 还有两岸 应该是他的弱项 我是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学习 我不知道 那可是至少外界是这样认为 那刚好这个郭台铭可以补他的不足 郭台铭他是世界级的经济家 对不对 经济学家才那个生意人 所以你看他对两岸也很熟悉 他可以把他的很多东西 就传承给侯友宇 让侯友宇知道 所以他们两个在每次会面的时候 是谈了很多问题 那我说实在话 不只三度密会 那个也不叫密会 那个很多人都知道 那不叫密会 对不对 反正在土壤而已 在帮车 反正常常碰面 对啊 就偶尔三不五十 如果约到有什么问题的话 两个都会谈一下 对不对 那他们真的说实在话 谈那么久的谈出什么 他们唯一的一个结论 就告诉你说 你选我不选 对啊 对不对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 你只要郭台铭今天出外选 侯友宇就继续当在新北市长 对不对 那如果侯友宇要出来选 郭台铭就不选 那郭台铭其实说实在 他倾向于不选 到目前为止 我们之前不是讲说 毫无起心动念 到三趴的可能性 有没有 三趴也是只有三趴而已 现在我看出来 还没有到五趴 对不对 所以应该不会选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不会选 他其实有一个可能 会出来选 他曾经私底下有讲过 他说今天国民党 如果推不出来那个什么 能够胜选的人选之后 之外 而且又像2019年这样乱搞 他郭台铭就可能就 负气出来 如果朱立伦又变成 当年的吴敦毅 对啊 你就开始乱搞 那有的没的吧 当年吴敦毅是败在韩国瑜手下 因为韩国瑜是要太强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今年朱立伦有没有可能 看起来你今天也 可是他今天到目前还不松口 好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时间点 反正到三四月的时候 你提名办法要出来嘛 对不对 而且你接下来农历年 这个大家好好过年 就不要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那你朱立伦也 私底下也不要弄 不要趁着现在说什么 去什么地方政府去 帮各县市长什么 安排小内阁人选之后 做一些什么人事安排 重整地方私立 我看就不用了 你今天乖乖的 还是把这像郭台铭讲的 能够推出最有可能胜选的候选人之后 郭台铭一定会全力相挺 不过益川老师怎么看 今天不管怎么样 就是发了六千 就愿意发六千块现金 当然国民党 像王宏威之前就讲说 哎呦 这个什么什么很小气 什么之类的 那可是确实 在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 你有给了这个国民党 见缝查证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是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知道益川老师的看法怎么样 那另外在这个国民党的部分 这个大乱斗精彩了 不只是什么拉锅卡猴 杀猪卡猴 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 就是说最好这个侯朱佩 虽然朱利伦好委屈 可是这展现团结 或这个党内很多这个人 开始觉得侯朱佩不错 老师觉得呢 我们说有什么这道的 说到要奔纪 主要就是说 我们政府有预算 有收入跟支出嘛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政府就高公 不会收那么多钱嘛 结果哪知道 台积电也贪很多 航海王 长荣阳明 及万海也贪很多 就贡收很多岁嘛 收了很多岁之后 一个妈妈 知道妈妈 如果贡很多钱出来 孩子大家都早来打 所以台电来打 中尉也来打 勒布也来打 建布也来打 大家就开始挖钱嘛 挖完之后呢 就存一千八百元 所以总统在元旦的时候 他也不想说 一千八百亿怎么办 他一直想说 因为二零二三年的 全球景气候不好 要留一些钱 这做妈妈的心态就是 要再放一些 因为怕金利 最后要用什么钱 结果大家都在等嘛 都在等 所以长荣阳明 不然一个人分六千 花一千四百元 就像这个四百 这不是拆弹 这是一开始 就自己制造炸弹 不是这个炸弹 因为 从一月到九月 这个税收 就一直跟预期提高很多 等到反而在十一月十二月 又降下来 所以本台就知道 有这么多钱 又是因为 因为我们国发会 财政 主计 这些部门 都很保守 像说这钱 但是要留下来 不一定要 搬出去 好 现在就确定要搬了 如果确定要搬 就搬到阿萨里 很怕 而且还有很多 奇怪怪怪的东西 就跟我说 大家都有 郭台铭也是领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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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白天 也领六千 一圈在打林公 他也是领六千 大人 小孩 大人都领六千 理论怎么说 要不然要喝过年 过年情都领六千 现在说什么 李泛宇的幕 李泛宇哪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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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泛宇如果要通过很快 就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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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 政府如果跟他努力 就可能进度赶上 怎么说国民党 郭台铭叫郭友宜 既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 他的工程就是新棒 宏来就是新棒 所以郭台铭叫 朱立伦也很帅 朱立伦做企丢做贝尼 郭台铭也叫很帅 所以这种见面 没有什么特别 可是见面的时候 有可能是两个人见面 虽然大家有带秘书 带什么随附去 问题是有可能他对他在说 也有可能一次四五个在说 都有可能 可是我在问的是说 那这消息怎么会出来 他们里面说什么 为什么会走出来 这推论起来 这些东西 是胡友宜 陣營放出来的 机会比较大 我问大家 会提出来说 你选我就不选 会礼貌性讲 这句话的人是谁 一定是胡友宜 就说我们在讨论 一些东西 在讨论一个总统 郭台铭要选总统 郭台铭要选总统 我就没有选 一定是很礼貌地讲 郭董那些人 一定是这样笑笑 都说 没了没了 再讨论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可是这最后 营造了一个形象 就是 胡跟这个 郭要合了 郭董 你如果要选总统 我就不要选了 一定是很礼貌地讲 郭董那些人 一定是这样笑笑 都说 没了没了 再讨论 就这样的一个逻辑 可是这最后 营造了一个形象 就是 胡跟这个 锅要合了 好 那胡锅要合 就很多人紧张了 而且紧张 赵绍康就紧张 所以赵绍康呢 就开始 哇 帮大家分配工作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人家主理论 你去做什么 立法院长 立法院长 什么 自己担分 背分背后 乘一个园没人做 叫做行政院长 那人就是赵绍康 所以他把大家都 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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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 虽然他们中南伯劉胜是新伯 骨子是新疆的做议员 这都是劉胜一厢情愿的啦 他自己认为说 啊我们这个江启臣 江启臣是台中鸿派 廖廖于他们的系统 张青唐张金兆 背用出来扫煮 他上街叫盧秀燕是在担市長质算的 差两三桶定位 叫盧秀燕提名 所以他们现在在担江启臣 后一次要选台中市長 这个鸿派 如果没有拿回来台中市长 你用黑牌 黑牌上黑牌就是 顏宽兰叫顏利民 所以就可能台中指令 国民都要顏宽兰叫顏利民 所以对台中的红派来说 江启臣怎么可能那么随意 就叫他到新北来 虚心有可能是虚心 顾好台中的这个地盤 所以这事情都看到没什么可能 最后就是盧秀燕 盧秀燕说奇怪 你们都说的都没说到我 我是女性 我中霸天 我连人的票也很多 中张投票 在联盟 我在贯的 你们都问我 所以他就处理 那天他一直去跟王宏会 走算 朱立伦也去 人家记者在问 他说盧秀燕 盧秀燕 有提问要问你 主持人要问你 叫朱立伦问15分钟 盧秀燕站在旁边没有标准 盧秀燕很早这样 盧秀燕如果要回答她 回答不回答她 谢谢 早安 结果那天他一直听 站在朱立伦那边15分钟 问盧秀燕只问了一题 就是 盧秀燕 结果盧秀燕说 只要对台湾好 对地方好 对各县市好 对人民好 什么配都可以 他是等了那15分钟 就为了讲这句话 那讲这句话 对侯友宜也是好处 因为侯友宜现在说 郭台铭你可能也挺我 盧秀也挺我 他在跟朱立伦讲这个事情 好那现在遇到朱立伦 朱立伦刚提到说 如果朱立伦在今年的3月4月 弄了提名办法 他就是故意的 因为侯友宜在担挣招而已 侯友宜没有参加财帅 你搞个提名办法 叫人来登记 侯友宜不来登记 不来登记 如果可能来登记 就朱立伦自己 侯友宜不来登记 不来登记 如果可能来登记 就朱立伦自己 马克林 叉少康 张亚宗 大家早上登记 侯友宜就没参加到 所以各位注意观察 如果国民党的提名办法 初选提名办法 在今年3 4月就出现了 侯友宜就倒了 可是这个事情 朱立伦是很有可能这样干的 不过将军你怎么看这个 国民党为了2024 这场大乱斗之外 今天这个 Each Today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说这个党政人士说 国民党内线 还出现另外一种声音 搞不好可以侯朱配 他还讲说 虽然朱立伦自己也想要 这个选总统 叫他配副手 是委屈了 但如果朱立伦 可以跟侯友宜配的话 那就可以展现这个 党内的这个团结 不过将军怎么看这个说法 他到底是民进党来卧底的 还是要讲的有道理 这个状况 就表示蓝营的人 对于8年以来 长期在野 那个焦虑感 已经甚嚣成上了 太久没有执政了 如果8年2024 还没有拿回政权 天哪12年 起死大辱 所以蓝营非常想 把政权给重返执政 这是我想蓝营心中 最大最大的愿望 可是 哎呀 该执政 谁来选 谁来领导 谁来领航 泰式看起来很好 可是 最适合出征的战将 到底是谁呢 对 人人有希望 各个没把握 朱立伦说 我是教练 我是负责指派 最好的球员上场 那侯友宜在心里想 那我就是最好的球员 点我 点我 对不对 那郭台铭说 如果侯友宜出来 我不排除就我会支持他 那这个侯友宜很有礼貌 所以如果郭董出来 我也支持你 英雄喜英雄 心心相惜 这让朱立伦心里想 你们两个在那里推来推去 心心相惜 你忘了我是教练 谁上场打击 谁上场救援 是我说了算 对不对 所以大家觉得说 那这样好了 我们也没有忘记你 那就侯朱沛 你看如何 侯朱沛 朱立伦就心里想 我再强调一遍 我是教练 谁上去打击 我决定 你有看过打棒球的 教练下去 变成救援投手吗 从来没有 所以我是教练 可是教练只有在一种情势之下 才会亲自登板上去投球 就是投手都不行 投手的实力都太弱了 投手没有办法达成我们 这个胜球的目的 我才会下去 可这种状况 在国民党里面 看来是不会发生 因为不只是侯 现在连卢秀燕都讲了 没有非谁不和选 只有非赢不可 所以也就是说 只要能赢 我也当仁不让 连卢秀燕都动了心了 所以说这个状况开始 郭台铭 卢秀燕 侯友宜 再加上一个教练朱立伦 这几个多角关系 会怎么走下去呢 我们预判 国民党在三月份 一定会发布一个 国民党总统参选的规定 但是呢 注意是草案 他不会一次公布正确答案 草案丢出来 大家看 大家草 让你草成一团 骂成一堆之后 朱立伦才会透过中常会 透过党代表大会 来制定真正的参选规定 那真正的参选规定 他的目标 朱立伦一定会讲 我现在都可以预判 他会讲什么的 中国国民党的所有的 总统大选的机制 就是要赢回执政 所以我们一定会找出最强的人 对 那跟没讲一样啊 是啊 对 这到底最强的是谁呢 对不对 支持侯友宜的人认为说 那就是侯友宜啦 朱立伦就是在讲侯友宜 那么深栏里面还有一块 是非常支持郭台铭的 说非郭董出马 我们老虎军团又活过来了 朱立伦的心意想 好既然你们点锅点猴就是没点猪 那你别忘了 这张票在我朱立伦手上啊 我可以左右谁来选 别忘了我是教练 所以我的预判 朱立伦这一次第一个目标 是总统要选赢 但是不见得是朱立伦自己选 第二个立委要大胜 立委不能够只剩下33席 那实在太丢脸了 所以说他的立委的不分区 一定会让大家跌破眼镜 会非常让大家感觉到 有点像新竹市党部主委李靖宜 这种感觉 亮丽 清新 跌破眼镜 你眼镜跌得越破 表示朱立伦提名得越漂亮 那这个不分区里面 会不会有朱立伦自己的名字呢 我觉得不排除 因为如果朱立伦不能选总统了 那我当个立法院长如何 我一样可以推动 所以赵苏康说朱立伦可以去争取 当立法院长啊 所以赵苏康就讨厌 这个人就坏 他把朱立伦心中的话 给讲出来了 对不对 朱立伦说我不选总统 可是呢 我可能可以掌握到 未来整个政局的发展 我可以当立法院的院长 你总统都要进我三分 他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最终的总统 到底是谁呢 我觉得朱立伦的盘算是 如果可以自己出来选 那就自己出来选 可是看来黄袍加深的状况 没有那么好 那么如果不行 我觉得他不会推侯友宜 因为他已经讲了 侯友宜就在新北市 呵呵做事 江启成就在立法院 好好审预算审法案 那到底是谁呢 我讲了 跟郭台铭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朱立伦不能选了 他会不会把郭台铭请出来 直接征召郭台铭 配合一个女性 或是配合一个本省级的方式 来参选 我觉得朱立伦他的盘算 相当的稳固 把郭找出来 原则上第一个 深蓝的反弹不大 深蓝其实绝大多数是老虎兵团 到现在为止还在活动 把郭找出来 主要是他的副手 他的搭档要很漂亮 他的搭档呢 如果是侯友宜 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棋 可是有更好的棋出现了 他就是说非赢不可的卢秀燕 如果卢秀燕配郭台铭